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民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主要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的鄧炳強局長 原來他受傷 進了醫院去做手術 他手術完成之後 其實醫生都建議他是入院休養 但是他就拒絕了 只是定期去複產 為什麼要拒絕了入院安排呢 原來鄧炳強局長是心系工作 很想繼續去完成他手上的工作 所以他就選擇拒絕入院 到底這個詳情是怎樣呢 鄧炳強局長現在身體狀況到底是怎樣 待會就跟大家去講一講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講就是 有一個叫做外國記者協會的組織 做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是假新聞法的 就是訪問如果假新聞法實施之後 或者是國安法實施之後 你們覺得新聞的自由有沒有什麼損害等等 他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調查出來 咦 但是今次我們外交部 就有一些極速回應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外交部怎樣回應 待會就跟大家講講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傳播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就是跟大家講講 我們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原來在星期四 四號的凌晨時間 就因為雙手受了傷 所以就去到醫院那裡 做手術去療傷 記者就在五號晚上 大約是九點多 就在醫院那裡的停車場 就是撞到鄧炳強局長去覆診 當然記者就要問一問他 你手有沒有事啊 或者你身體有沒有事啊等等 鄧炳強局長就說 好小事而已 一點事都沒有 什麼都不影響 據了解就是鄧炳強局長 日前弄傷了一隻左手 之後傷口就出現發炎 跟著是腫脹 還要含膿 應該是非常非常之痛的 還有弄傷都不是一個很明顯 不是一個很短的日子 但其實大家見到鄧炳強局長 都是頻頻繼續工作 是完全沒有停過 我們外奸也都察覺不到 咦 鄧局長傷了嗎 那其實原來都是很嚴重的 一隻手還要腫脹了 但是他也是表現出來 是不想大家擔心 就什麼事都沒有 那所以就在這個4號凌晨 就去醫院求診 還要是很夜晚才去求診 不想被人見到 那經診治之後 醫生就是幫他做手術 就放鬆 跟著一天凌晨時間 那做完手術的時候 都已經是差不多 凌晨都變成清晨 跟著醫生就說 要求他留遠一天 希望可以是繼續觀察 那個手術後的情況 但是鄧炳強局長就說 因為已經是有一些 預定的公事要處理 所以他就不留遠了 不留遠了 那繼續做事好不好 那之後呢 他就決定繼續做事 然後呢 就在晚上再去覆診 跟著呢 就是在5號晚上 就被記者見到 撞到他覆診的情況 那據悉呢 就在5號的時間 就是 昨晚的時間呢 醫生呢 就幫他打了一些抗生素 而遠方呢 也都會為他檢查一下 有沒有一些細菌入血啊等等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情況呢 就是在晚上進了院之後呢 在今天的早上呢 他就會直接出院的了 那鄧獄長都是非常非常之 心是我們香港 心是家國啊 即使受了傷 醫生建議入院 但是他都是拒絕的 他都是想 完成了 他所有預定的工作 也都不想公眾呢 就是有任何的猜測啊 還有呢 有任何的擔憂 所以他就這樣去處理 這樣去處理 但是其實我們市民見到 鄧獄長這樣工作呢 我們其實都是會心痛的 我們其實都是會心痛的 那鄧獄獄長在昨晚回報 香港01記者的時候呢 就說啦 傷勢沒有問題啊 完全沒有問題 好小事好小事的而已 這樣 跟著鄧獄長呢 在一些記者再問他 那即是你傷勢 怎樣小事發啊 那他就說 沒事啊 一點事都沒有你看 根本都沒事 那之後說了非常之多次呢 是沒事的 那在昨晚 昨晚10點多鐘的時候 保安局 就是回應傳媒的查詢 那 就回答一些詳細的情況 就是鄧獄長 因為手搶 受傷啊 跟著就發炎了 在醫院做了些手術 工作不受影響的 也是這樣呢 也是不想 我們公眾去擔心他的身體健康問題 意思是相 他身體健康 是甚麼事都沒有 不過 手搶整腸呢 可能是難遇合少少 還有再 叫做再整腸的機會又大 又因為這裏是小神經 那 所以呢 有問題的話呢 難察覺呢 也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都要 支持我們的這個 這麼勤奮的局長 是不是 那其實我們勤奮的 鄧局長呢 其實之前都說過 就是說 有可能有些機會呢 就是國安法立元 23條等等 有機會就是考慮一下 假新聞法 外國記者會 香港的外國記者會呢 就到一個叫做 香港新聞自由的事情 作出了一些調查 收集了99份的傳媒 工作者的一些回應 那他就說 有八成四的人呢 就認為 講到廣發實施之後呢 他的工作環境轉差了 有九成的人呢 就是擔心呢 香港成立這個的假新聞法呢 會進一步損害 他們所謂的新聞自由 百分之四十六的受訪者 他們表示呢 因為呢 新聞自由倒退 所以呢 就是有興趣或者有意欲 是離開香港的 快點不要等 外國記者會就表示了 假新聞法呢 就是很多他們認為的 極權國家以來 打壓異見的手法 香港政府和警方 已經是出現一些跡象了 那將自己 即是對他們自己 說啦 不利的報道 被標籤為一個 叫做假新聞 那跟著呢 就說啦 他們這個 香港 外國記者會 是會敦促呢 香港政府呢 是去採取一些 措施 去重建 傳媒的信心 並且他提醒呢 就是假新聞法呢 是會影響 香港在國際上的聲譽的 我都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地方 沒有假東西的話 你的聲譽 不是會更加高嗎 為什麼 現在告訴大家 告訴全世界的人 那裡沒有假貨 反而聲譽會受損呢 哼 這些是什麼道理 這些就是 香港外國記者會的歪理 我們的外交部駐港公署 發出一些新聞稿 去反駁 要求 外國記者會 停止以新聞自由之明 去詆毀我們的香港法治 並且呢 表達強烈的不滿 和堅決的反對 形容這件事 是蓄意製造噪音 公然是挑動事端 這些行為是非常之卑劣的 他們卑劣的行為 其實大家都預料了 喂大哥 香港的愛國記者協會 寫明愛國的 怎麼會愛我們中國 是不是 那報告就說 就是全文公的寫 在講了國安法之後 很難辨別什麼是敏感的議題 那其實我想說 是不是除了一些有關 有機會觸犯國安法的新聞 是值得做啊 還是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們都可以做的呢 為什麼一定要想一些事情 就是和國安法 你們都覺得是有機會 有抵觸的事情 而繼續去做下去呢 你不做其他 是不是 飲食啊 遊玩啊 玩樂啊 民生啊等等 全部都不會違反國安法 你就是都要找些 有機會違反國安法的事情去做 那這些叫活該 是吧 跟著呢 就是有 他說有五成二的人 就知道紅線在哪裏 那就是說過半數的人都知道 那條界線在哪裏 是不是 而據這些受訪工作者反應 敏感的定義 相當之廣闊 他們認為 什麼敏感的定義 是會不停地改變的 而事實上 這個世界是不停地進步 這個世界每一天的時間都在流逝 每一天的日期都在改變 是不是 這個世界不變的定律 就是每一件事都在改變 你自己個人每一天都在成長 是不是 那怎麼會 就是每一件事是每一天都一樣 是不會每一天都一樣的 是不是 那接著呢 受訪那班的所謂傳媒呢 就說有五成六人呢 就是自認會做一些自我審查 那所以呢 就是說 對這件事是沒什麼信心的 那接著呢 他也都 就是外國記者協會的主席 叫做 Keef 那他就說 基本法呢 就對於新聞自由的保障已經不足了 那當局必須呢 就是採取更加多的措施去 去重建傳媒工作者的信心 以保障呢 香港幾十年來呢 廣立國際傳媒的聲譽 其實呢 我覺得呢 是傳媒要向我們 所有受眾市民去重新建立信心啊 原來傳媒裡面有這麼多假消息 假新聞 做新聞的東西 其實我們原來是不知道啊 是及後 有一班的KOL出來了 然後不斷的揭發哪些新聞造假 哪些新聞是不對的 然後才是二四到六 原來很多都是做新聞的 那怎樣可以叫做一個稱職的新聞工作者呢 稱職的新聞工作者 是要將事實呈現眼前 並不是將非事實的事情呈現眼前 是不是 還有是要將事實的全部和真相公開 喂 如果只是公開部分的東西的話 就不是叫做真相 是不是 我們的外交部駐港公署也批評 外國記者會以一個寥寥的調查問卷 因為只有99個人交回來 所以不是很多 三位數字都到不了 接著就炮製這個沒有代表性 和沒有公信力的報告 其實就是背棄著一些的職業操守 他們有的嗎 沒有什麼 是鼓吹這一個的寒蟬效應 半龍是非 一個叫做搞混水 就是把水混亂 他打算 唯恐天下不亂 發言人也都說了 講了國安法 是打擊一小撮的危害過更安全的人 並且在安全穩定和法治的環境下 是必定會保障我們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外交駐港公署就說 世界上沒有凌駕法律的新聞自由 一個媒體在香港從事新聞工作 是要嚴守我們中國和我們香港的法例 其實這件事也是國際上的通例 發言人指香港政府就是依法加強 對於媒體的管理和服務 還有就是立一些新的規則 樹立一些正確的氣象 壓制一些歪風 其實正正在保障著一個遵守法紀的新聞媒體 其實這件事也跟記者有關的 因為這樣其實都是幫記者達到他們應該有的權利 也都是正正就是要捍衛 是為了捍衛我們香港的新聞自由 這些全部都是合法的舉動 而他們就說 基本法對香港的新聞自由保障不足 其實我們已經很寬鬆 我們沒有一個記者的查核制度 記者的註冊制度 其實很多外國都有這些記者的註冊制度 甚至乎你做網媒 不好意思 你都要拿一些license 所以我們香港是非常自由的 當然 他為什麼會說香港沒有什麼自由 為什麼民意又說有自由 等等 很多東西是對比來的 他們其實只要對歐美的國家就會知道 我們香港是十分之多的自由 並不是他們口中所說的自由 他的對比是沒有對比的 也都是對比不了 因為香港已經是最好 所以他們其實做些什麼事呢 就是想在選舉之前 做多些聲音出來 就說建設力量門 就是現在的政府門 不行的 就是大家知道的 十二月選舉 那大家知道很多時候 這些新聞拿來做些什麼 所以一定要再提提大家 十二月十九號 必須要做好大家公民的責任 去投立法會選舉的一票 好嗎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